昨天傍晚公正党老大安华和老二阿兹敏在国会的副首相办公室进行了所谓的和谈引起关注 这也是来年党争爆发 两个阵营互相叫嚣叫劲 势不两立好几个月之后突然上演的破镜重圆戏码 那媒体都很好奇哦 原本是已经逗到撕破脸的安华和阿兹敏师徒脸 他们到底是谁先低头要求和谈呢 根据安华的形容 昨天那场会面在规格上算是党的政治局特别会议 两人当时就讨论如何要解决党大会的纷争 那当时候的会面气氛是如何的呢 安华今天在国会走廊上将来形容 安华说有超过80%的党代表是已经确认会出席党代表大会 这就证明了之前传出的那些负面消息通通过去 而蓝眼现在非常团结 但是他的耳边还是有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 有一小撮人就是坚持要在党外面 偷偷再搞自己的另外场大会 如果这真的发生的话 安华今天就下了最后通牒 这一些想要搞分裂的人 很抱歉 懒眼不留人 直接开除党籍 83%的委員會贊助在 Melaka 努力破壞這次的勞動力 由各種勞動力 將會被擁有剪刀 因為抗議會議是很大問題的問題 好了 一場黨大會鬧了整個月 老大安華終於趕在開幕前夕 擺平一切 現在各方看起來是願意 和和氣氣的一起慶祝黨成立20周年 這讓安華今天心情特別的好 跟記者有說有笑 Namaste Arigatou gozaimasu 請請請請 請請 記者會後還看到親阿茲米派系 但是黨選時沒有選上公卿團長的阿菲夫 已經在等候安華跟他握手 讓今天的國會走廊 像是過新年大團員一樣 家和萬事興 所以記者就順勢問了安華這一道題 每個人都好 在公協 我非常肯定 我非常肯定 這是我的問題 太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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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本已經鬥爛鬥臭 鬥到看來好像已經沒有彎展的安華和阿茲敏 昨天在一場出乎眾人意料的會面之后 真的能夠就這樣一見閩恩仇 世紀大和解了嗎 大家應該海莉莉在目的 在昨天的會面前兩個星期 阿茲米派系還加大火力對著安華全面進攻 以20名中央理事的聯署 公開要安華低頭認錯道歉 擺到明就是要他難堪下不了台 然而昨天的會面真的可以就好像阿茲敏昨天在社交媒體的PO文寫的那樣 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阿茲敏與安華的恩怨與決裂 是在過去十年經過多起的事件擠壓之後而引爆的 那這可以追溯到2008年 玄國大選雪州變天 共政黨委任親安華的卡莉出任雪州大臣開始說起 當時候跟安華出生入死的阿茲敏他爭作大臣落馬 阿茲敏對安華就開始有了芥蒂 而後來2014年的家影行動失敗 阿茲敏成功擊敗了當時候的大臣人選旺傑出任雪州大臣的職位 而這也進一步加劇了裂痕 再到509大選的前夕 阿茲敏所勤點的候選人 在最後一分鐘被時任黨主席旺傑給拒絕了 更加引起了阿茲敏對安華的不满 而在去年的藍眼黨選 拉菲茲獲得了安華的祝福 挑戰阿茲敏來問鼎老二的職位 兩人的關係可以說就此公開決裂 再到今年的7月份爆發了男男性愛短片 有人就認為說那是鴨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把兩人的關係推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而安華就被認為是幕後黑手 第14屆全國大選之前呢 就算兩個人他們心裡是有了芥蒂 但是師徒關係的表面功夫還是維持得很好的 當安華還在大牢服刑的時候 阿茲敏他就一直還是在黨內規規矩矩的 扮演著老二的角色 以安華馬首是瞻 除了向身在獄中的安華來傳遞消息 他也經常的會把安華的訊息從老裡帶出來 阿茲敏與安華關係明顯生變的分水嶺 就在去年尾的藍眼黨選開始 黨選的成績出爐 在沒有安華的祝福加持之下 阿茲敏的派系幾乎是橫少了所有黨內的重要職位 而這就正式確立了阿茲敏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勢力 而在西蒙裡頭阿茲敏他除了是馬哈迪心目中的金童子 他經濟部長的位子坐得穩穩之外 環顾西蒙一眾的人物 以年齡資歷還有黨值來衡量 阿茲敏他都超越了同侪 是最有潛力出任馬哈迪和安華之後的首相職位人選 政治行情水涨全高 翅膀硬了 阿茲敏有自己的政治利益盤算 他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樣完全服從和聽命於安華 黨選中阿茲敏是漂亮勝出 而這對安華來說無疑就是重重的一擊 安華他雖然是黨主席 但是不管在領導層或者是在基層 阿茲敏他是個強勢老二 再加上阿茲敏和馬哈迪的親密關係 就更加讓安華對他不能沒有顧忌了 在一山不能藏二虎的政治法則下 攔顏黨爭真的是來到了大團圓結局了嗎 這個問題相信大家的心裡都會有答案 但是各位每年都都會有考慮的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